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钱灵珠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追思已亡的福音 我们都知道今天教会给我们准备了三台感恩礼 而这三台感恩礼的福音都选自不同的出处 玛窦 路加和若望 但是这三者当中都有一条线 一条脉络贯穿 这个脉络就是天主的人词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台弥撒当中选的是玛窦福音25章31到46节 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 那么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会把山羊跟绵羊分开 那这个艺人呢 当然他用绵羊来做一个象征 会分在右边 然后将来会得到永生 而罪人用山羊来做代表 会分在左边 将来他们要承受的是永乏 那到底一人罪人是怎么样的分法呢 好 耶稣下面就说了这些条件 当然这个条件是其中举的一些部分的例子 还有比这个更多的 耶稣就说了 因为好 这个就绵羊得到永生了 就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 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 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接待了我 我自身露体了你们给我穿的 我患病的时候你们看顾照料了我 我坐监的时候你们来探望了我 他们就很奇怪了 我都没有为你做啊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好 下面重点就来了 耶稣说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 所做的就是对我做 耶稣这句话其实是好美的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上天在爱当中创生的 所以每一个人 不管你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 你爱他不爱他 你敬他不敬他 对他来说都是他的小兄弟 每一个小兄弟他都是爱的 不管你是义人 不管你是罪人 他都是爱的 所以当我们对耶稣的小兄弟 每一个小兄弟 不管他在什么样困难处境之下 当我们就爱了他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像爱了耶稣基督一样 耶稣基督是悦纳的 所以你对你的小兄弟施展了仁慈 让他看到 透过你看到天父的仁慈 将来你就会得到永生 你就会分到一人的那一块 反之就是罪人的那一块 你就会得到永乏了 所以在这边耶稣提醒我们 我们要爱 我们要服务 第二篇 第二台的明撒里边 我们选的是路加福音 第七章一到十七节 这篇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在纳英城有一个寡妇 她死了她的独生儿子 我们中国有一句谚语了 寡妇死了 儿子就是没指望 但是在这个地方 耶稣告诉我们 他描述这个故事很美 耶稣看到了 碰到了他们 所以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 这个动了怜悯心 让我们从耶稣上看到天父的慈爱 于是她就按住了棺材 复活了这个独生子 当这个寡妇的独生子复活的时候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耶稣她有让死人复生的能力 第二个这个寡妇 她又重新得到了希望 因为她是寡妇 那在以前女子也不能够出来工作 所以儿子是她唯一的依靠 那她唯一的依靠的儿子死了 她真的就绝望了 可是耶稣把生命的希望又带给她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 那在第三台尼撒的里边 选用的福音是若望福音 第六章三十七节 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耶稣 祂是从天而来的 祂是我们获得永生的保障 耶稣在这里面 祂说我来是承行 是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而派遣我来当然就是天父 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 祂说凡事祂交给我的 叫我连一个都不失落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亡羊的比喻 对吗 想起了十个银币 丢了丢掉了这个的比喻 好 亡羊的银币的都是失掉的要找回来 所以耶稣也是 祂会把人间所有天父 托给祂的一个都不落掉的 要找回来 而且不仅找回来 善待他们 让他们活在一个光明的 一个道德价值观当中 同时在末世还要使他们复活 所以在人间的时候一个都不失落 在末日的时候使他们都复活 所以第一台的弥撒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义人 不要做罪人 第二台告诉我们 耶稣会带给我们复活的希望 第三篇告诉我们 上主是慈悲的 一个都不丢掉 而且将来都可以换得永生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到 这个王者 追思以王这一天 他的整个的精神 基本是为王者来说有两个 为王者来说 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到 大家继续地为他们的祈祷 用祈祷来支持他们 找登天国 那第二个为我们生者来说 就是我们能够获得希望的慰藉 将来我们都有永生 我们可以在天国与天父与基督相遇 所以生命不会幻灭 生命只是转换 转换到一个更美好的境地去 所以当我们在 庆祝追思义王节的时候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祖先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同时我们要对未来的永生 怀抱希望 那当然在生死之间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 活出天主的慈悲来 如是我们才是真正 善渡了追思义王 所以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庆节当中 好好地追念我们的先祖 同时感谢上祖的慈悲 也沾望我们的未来 愿天主将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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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其他耳atta 感谢观看